嗨,抱歉,又是搞不定,所以搞了很久 現在是,我遲了20分鐘 有沒有人進來呢? 有沒有人知道今晚會有 其實有,昨晚也有說到 今天會有如是我聞的 我自己個人solo版 之前辛苦了次官,幫我頂了這麼多個禮拜 今天其實是有個特別的 topic 其實本身是有一個,我不是說我會有個 sequence sequence 是 一命二運三風水,四職陰德五讀書 六明七相,八敬神,九交貴人十養生 Supposedly是這樣下的 sequence 但現在其實還是在1那裡 嗨,雨柏,嗨,嗨,嗨 那為什麼在我命中說也說不下去呢? 因為真的太多話說 那我這一段時間,即我放了整個月價 那這個月,嗨,Mike Wong,hello,hi 我這個月其實在做什麼呢? 就是,之前就是我病 我病完之後呢,就輪到我家裡 我兩個寶貝兒子病 那我個,叫大兒子 其實就是我第三隻貓,兒子 那他就,療血 就是鱷血,很害怕 那就是小兒子 就是經常黏著我那個,很頂的那個 他就,很瘦 那動物,他病呢 就是作為父母的我們呢 就很擔心 因為他不懂得說 即他,他告訴不出他什麼問題 那就帶他去獸醫道 然後就什麼都做 就是,醫生呢 他說要驗什麼,驗什麼 即是沒有問題 你儘管搞 你不用問 你不用問 你不用問他多少錢的 就是,不是我闊腦 或者說我大把錢 只不過是 你是去到那個位 因為你太擔心 和你真心疼他 你不會覺得,唉呀,隨便 不用醫治都可以了 有一個人道的位置都可以了 不會的 就是,你是會 如果有養過小動物 好疼小動物的人就會明白 你會說,你會走一路 自己不吃不洗都不要緊 要先弄好他們 簡單來說 就是,我啦 連我兩個寶貝貓仔都病了 就一個月的時間 我就在想 為什麼我會弄到這樣呢 貓呢,很簡單 我的小子就要吹到悲一聲 就是做完一大堆不同的check 有bodycheck,有驗尿 有ultrasound 你可以弄的都弄完之後 接著呢 醫生就說 噢,沒有原因 可能他不夠吃 然後我心想 大哥,你出石了 你想要吃多點東西 不夠吃的馬 媽媽買給你 嗨,jenbon 嗨,tongshing,sunnyte 好嗎 那呢 但是呢 大那個呢 就大鑊一點了 尿血呢 就是不喜歡喝水 好,force feed 逼他喝水 就是拿針筒 對他喝水 早晚要餵藥 幸好他不兇 那我自己 就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 我是 神有事 我進了醫院的之前 那當然是痛到混蛋了 第一次去看 醫生是 就是 免得理你 他的樣子就擺明了 是 就是難怪方常客 就是你見到他 你不覺得他 應該坐在醫院裡面 你是覺得他是 就是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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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喝酒 在那裡 就已經是 好像 即是怎樣呢 這樣 接著他 直接是沒有看過你 就是診斷過程 給了幾天約 我回去吃 吃完之後我回來 我說 我這個位置很痛 我只指給他看 我特別有個位置很痛 接著他說 那你進醫院 這樣 接著好了 我就admit了 進去了 住了不多 一兩晚而已 這樣就 又是 消 花錢 消災 出發院 然後 我就在那裡想 What got me into this 我 又不是沒有 這個所謂的 營養 醫學 或者是養生的賞識 我不是說 專家 Don't get me wrong 我意思是賞識 對吧 因為我其實整個書櫃 有一行 全部是這些 中醫藥也好 或者是營養學的書 我不是不懂的 做瑜伽 做瑜伽 哪些色子 哪些姿勢 哪些動作 對身體什麼部位好 不只是拉筋 對內臟什麼地方好 我也知道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現在時候就是 你要坐下 面對自己 你面對自己的 就是因為 我好地地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因為 好了 你病了 入了院 花了很多錢 又痛 又怕打針 我超怕打針 更加怕是什麼 怕抽血 貼錢買爛 然後 我就在那裡想 OK 我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其實原因真的只有一個 就是 我沒有理會 我跟大部分的香港人一樣 就是 很忙很忙很忙 做事做事做事 這樣 搏搏搏 之前是 可能是 整個 六個星期 四十幾天 不放假 儲存一次過 一個星期 我就去東京 你記得之前有幾集 如是我問 有兩集 我是在日本的 分開的 分開了兩次 然後有一集 在曼谷 基本上就是這樣拿 因為我在香港期間 我就喪做事 每天逼到自己爆氣 有沒有聽過傳說 會過路死 有 尤其做飲食界的人 有 有 硬是覺得 不會是自己 自己沒事 我好硬 我好打得 我沒事 但是呢 有貓過病 但是去到 腎炎 入醫院 身體真的響警號 知道 不行了 那我就 終於坐下 就是所謂的 面對自己 面對自己 我怎樣可以 由自己這個健康的深谷 心淵 抽出來 那 我這一集 我要說的就是 其實跟所有人 有關 跟我自己有關 關於命裡面 最重要的 就是健康 媽媽是女人 是不是 但是 如果你真的想想 你每天 其實花了多少時間 擺在自己身上 是為了自己可以健康 沒有 尤其是 我自己想回 我2017年 2016年尾 其實 我想我從去年 10月開始 喪博到今年 終於打柴 中間發生過很多事 當然 很多次 是小警號 但是直到大警號 入廠 還有 知道不行 你才逼著要面對 但是 我這個 我覺得我是很幸運的 因為我不是大件事 說要洗腎 要換腎 或者什麼 有些人是去到 回不了頭 就是 他一發現的時候 大得利是 Cancer 回不了頭 所以 今集其實 重點是會說的 講一大堆廢話之後 其實是講 Cancer Cancer 在佛教的角度裡面 就是所謂的 出世間的原因 佛教怎樣看Cancer 也都有所謂的 入世的原因 就是我會在飲食 營養 這些角度上面 我去講 Cancer應該怎樣對付它 我不是說 喂 你聽我說可以的 然後 你買 留在這條連結的 然後你買 十萬九千七的藥 你就會康復 不是 Forum 由始至今 將來 不知道 但是 我們沒有問過人 拿錢 我們自己 我在我家拍 可能 Amanda在她辦公室拍 燒公司 有時候 我這裡沒有空 她在那裡拍 等等 我們不會有任何 包括我這一集 都不會有任何 你說了便是非 不是說這些 而是說 譬如我媽媽 有個Cancer 她是怎樣一回事 我自己 因為我媽媽的Family 即我阿公 我媽媽有Cancer 我有這個遺傳 那我要小心 我應該怎樣做 我過去這一個月 所謂的養病 其實我不是真的說 整個月都在醫院 我不可以出鏡 我不可以做節目 並不是 其實我是走來走去的 等等 但是我做了什麼呢 就是 我去檢視自己過去 除了太薄之外 我還有什麼問題出了 人呢 是可以三省五身的 但是我們沒有每天的三省五身 是去到出事的時候 幸好好像我這樣 我有時間去看回頭 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也可以 所以 是 是 遇到 救不了 很嚴重 我這次很幸 我這個月就是做什麼呢 就是 做瑜伽 天天 就是做瑜伽 然後 看回自己過去 什麼呢 就是 我煮東西開工 然後 由於我這個 餐飲業 飲食習慣 生活習慣 時間 是顛倒 那些客人很晚才走 走之後 沒有時間吃東西 直接做節目 節目完了 然後 還要下課 所謂 明天要用的東西 這樣 然後 我做得好 我可能已經四點幾鐘 然後去洗澡 洗頭 聽回其他節目 因為你需要一些資訊 然後 上床 看電視看書 拜的時間 我睡到七點幾八點 早上 那可能 就睡到下午 五六點 那樣 就是所謂的八個小時 但是調轉的八個小時 就是 起床開工 拜的時間 你起床開工 就是我的同事 幫我做了大部分的PREP 但是我埋牢的時候 已經沒有時間下去吃東西了 那我過去這幾個月 我做什麼呢 就不斷這樣喝那些 我想你可能鏡頭前都見過 有一種很好喝的奶茶 那我就靠他去頂肚 讓自己沒有那麼餓 那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暴肥 肥了很多 然後 還有就是 個人沒有精神 你越頂肚就越頂肚 你越不想動 就更加 越來越不想動 那我就 我肥也算了 其實沒什麼所謂 中女自然會發福的 這樣 不理他 但是 都是那句 不是去到大鑊病 你都不肯去面對 忙到 就是沒有時間做瑜伽 都說 你睡到五點幾 或者四點幾 你起床 有時間下街吃東西 大佬 你下不了街吃東西 接著就不斷 賣奶茶 整晚可能賣十包八包 不是開玩笑 糖分 喪肥 喪肥 沒有時間去做瑜伽 最後我和九點 我整台客人坐在這裡 我怎麼去吃東西 怎麼去做瑜伽 沒有了 OK 好了 我前一陣子 如果聽眾 可能有聽 不知道我會去哪一集節目 我是講關於 分段式睡覺 沒辦法 我的時間這麼瘋 如果我繼續維持著 這一個早上七八點才睡 睡到下午四五點 銀行又去不了 什麼都做不到 除了做晚上的客人之外 什麼都做不到的話 沒有了 你的生活已經結束了 當你知道 就可能幾十年過了 所以我就試分段式睡眠 難不難堅持 難不難堅持 好難堅持 好了 那 這一個月的放假 其實是 次官和蕭公子的體諒 兼甲 Jolene幫我手 我幫你頂 他們是很體諒 因為他們不是說 你出院就好回來了 不是 是有你休息 有你自己去做你自己的事 所謂養好一點的身體 OK 講回就是 在這一段時間 除了自己想自己 喂 大哥 你不外出吃東西 沒有時間 你都可能 找些東西咬一下 茶葉蛋也好 你不要這麼喪的奶茶 又是 講回就是 你越頹就越頹 那你頹起上來 你連茶葉蛋也懶 你連 隨便做些東西給自己吃都不要了 喂 我做餐飲的 我大堆東西吃 我雪櫃打開就有了 貨架大堆東西吃 為什麼 會搞成這樣呢 就是 你就是 你就是 一個向下沉的 一個船鍋 你 推到 我總之 我每天搞定我的客人 就算了 這樣 什麼都不想 那 剛好 我在 Facebook 你可以看 那本雜誌 就看到他有一篇 很興趣 他就說 為什麼呢 人類 這麼辛苦 粗得這麼行 才會是 黏一點 瘦一點 然後 體力好一點 但是你不粗 你就不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 那我鬼不知道 我做瑜伽那段時間很瘦 很瘦 又很好 又精神 但是 一離開了印度 回來香港 已經不是那回事 為什麼呢 那邊醃一點 你濕氣也沒那麼重 第二 你在那個瑜伽中心裡面 基本上 你不能出家 那你就是 吃他的 Yogi 吃的東西 就是椰子蜜 椰子蜜 這樣 那一定是健康的 但是你一離開 那件事情 就算你在香港 同樣做瑜伽 效果不同 那代表什麼呢 就是 其實 是很多不同的組成部分 你的健康 或者那個效果 包括 病情 都是 譬如 我弄成這樣 沒有做瑜伽 喪飲的糖分很高 脂肪很高 是壞的脂肪很高 不是好的脂肪 還有沒有吃對身有益的東西 很頹 只躺在這裏 做完就躺在這裏 這其實是一個混合 其實你只要抽到其中一塊 其實你都可能沒事的 但是我就是沒有了 我就是有自己 頹 因為我就是想著 我要儲一次去日本 或者儲一次去不知做什麼 這樣 好了 那一篇級的那篇文 我怎麼說很興奮呢 就是 他說 人要喪粗 但是呢 你看回動物 貓 我家四隻 不知道走到哪裏 看不見到 發誓光 我小子 那 他們是怎樣的 就是 大哥 他隨時 洗個澡 幫自己 都會把腳這樣 摔在這裏 然後摔自己的後大腿 我做不做都可以 你要拉筋 就是人類普通 你不會就這樣摔腳 可以這樣摔得這麼直 膝頭哥 菠蘿蓋內側 就是對著自己 這樣 貓是可以的 貓是完全不用做些什麼都可以的 那你以為他只是軟得 像球一樣 像豆腐一樣 但是 不是的 如果他面臨到 例如突然之間 有隻狗進來 或者有另一隻貓進來 他反而可以很快 他就馬上衝進去 然後 去防止自己的地盤 防止自己的財產 那包渣力是很驚人的 但是 平時 你沒有操開 你沒有舉鐵 你沒有做Cardio 你沒有做Cardio 為什麼你會可以的呢 這樣 那我就 深入了 我整個書架 其實有一行 至兩行 都是營養 養生的那些書 看了 上網搜尋 其實這件事 我一向都有興趣的 因為 我媽媽癌症 我爸爸 過世之前的身體 有很多問題 那 後來就發覺 是真的 將你身體 你的生活裏面 不同的component 你只要拆出來 這件事已經不是這樣 正如佛家所說 因和果 大家都懂得說 因果、因果 說英文好嗎 小小 就是 Cost 和 Consequences Cost 是成因 Consequence 是結果 很科學化的 你不要說那些 隔了很多小 那些 只是說 我為什麼會神嚴 因為 I did not look after myself 我沒有好好照顧自己 很簡單 不需要繞很大的圈 我自己 承認責任 是 沒有人的責任 是我要照顧自己的 不是 我的貓 或者是任何人的責任 不要覺得 我的另一半是有責任照顧你 yes and no 你說是這麼說的 但事實上 同台吃飯各自修行 就算躺在床上 他有他的心跳 他的呼吸 你有你的心跳 你的呼吸 你是要為你自己負責的 所以當我出事的時候 我回看 如果我爸爸還在生 他知道我這樣 他會怎樣 他會很心臭 我媽媽見了我這麼久沒有做節目 我媽媽住台灣的 那 他問我發生什麼事 那我當然是不想告訴他 我不想他擔心 那 剛才就說回 cause and consequence 就是所謂的成因和結果 中間 大家經常不看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所謂的 conditions 或者叫 circumstances 就是環境因素 環境因素 是你可以改變的 並不是整定的 有這樣的因 你沒有錯 你會遇到 有利於這個因 去成為果的那種環境因素 不過 你有你人為的意志在 所以千萬不要說 那天 merge 那天要我去死 那就去死 我 son 肯定要我死 我爸媽媽都有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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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我一定有 不是 绝对不是 我今集节目里面 我就会告诉你为什么不是 其实如果之前有听过《如是我问》 我也是讲我的solo 讲佛经版本的话 其实你会知道 没有东西是整定没得改 是有得改 因为一日未成为果之前 中间这一段路 就是你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所以大家现在在镜头前 在听的 你想回你自己 每日其实 向自己负责的时间有多少 我意思就是向自己健康负责 向自己的家庭责任 社会责任 婚姻责任 作为父母或者子女的责任 你听到就觉得 很烦 又讲责任 因为老实说 香港人 我们是向我们的老板 我们的公司进责任 多于任何事情 我们做事的拼搏 以及我们的那种 不顾一切 我自己也是这样 说真的 是去到 你只会向你老板 或者我就是向我的客 因为我的客人就是我的老板 去进责 要向自己负责的 你的健康 你找谁向你负责 现在的所谓医疗体制 其实叫做 我可以改了个名字 叫做 MP MPS Sorry 我想了一轮 为什么叫MPS 就是 Management of Patients Syndrome 或者是symptoms 就是 它其实 它不是医你 它是管理你的症状 譬如 伤风 如果 大家一定有伤风感悟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看完西医再看中医 西医 给了药给你吃 Did you know 那些所谓的感冒药 或者什么 其实它做了什么 它是suppress你的symptoms 就是它按住 譬如 等到你的鼻子没那么濕 等到你没那么咳 目的是什么 让你可以睡觉 让你可以休息 因为如果你被塞住 你偷不去 你睡不到 你善咳 你会咳醒 所以它是suppress 它是manage 管理你的症状 manage你的symptoms 它没有令你症状 realize 是你的身体令你自己症状 OK 那说回cancer 我妈妈试过cancer 03年和05年两次 不是小孩 是大获结 如何大获结 淋巴癌 第一次发现的时候 已经三期尾四期头 第二次再复发 我妈是一个什么人 是一个 在麦前说我妈坏话 而我妈会听个节目 然后我会被人惨 不过呢 都要照说 为什么呢 要分享给大家 就是 以屎为监 不是一定是说24屎的屎 你家人的病历 都是屎 好像我今次 我的肾炎 都是屎 所以就是以这种屎为监 我妈妈的cancer 发现的时候很迟 而是很大获 很大获是什么呢 就是淋巴癌 一个通全身 发现得很迟 我妈妈就很悲观了 就觉得 哎 死硬了 没得救了 哎 问令寶福山多少钱 那个年代她问 好像是四万多元 OK 又说 叫我准备那些什么 陀罗尼皮 就是精皮 给她 那 我当时 是一个佛教徒 现在要说的就是 佛教如何看 OK cancer cancer 只不过是 你过去的因 的成熟 变了现在的果 OK 它成熟了 它成熟得很重要 因为 为什么呢 它已经出现了cancer 而不是一般人看来 我有癌细胞 各个都有癌细胞 但是它已经去到 承认了 所谓的定业 是不是难改 是 定业难改 大家都这么说 是不是 有这个term However 它未去到死 你的生命未终结之前 你有得改 那我当时做些什么呢 就是 我去了印度 我去了印度 住在一个西藏的寺庙里面 就帮我妈 请出家人 帮她 修法 就是念经 那你念经 关什么cancer 祈福 其实上天赐福 sorry 这个不是佛教的观念 道家 或者其他宗教 是认为有个无敌 最大的主宰 它可以控制到 主宰你人间的和福 佛教不是这么想的 并不是说 释迦牟尼佛 或者阿弥陀佛 或者观世音菩萨 可以令到你病 或者不病 或者你得罪它 它就会令到你什么事 并不是 全部都是 是个人因果子手 那 为什么会有cancer呢 因为我这么危险 可以致命 虽然现在医学很出名 很多人都不死 但是它是 的确是有危险性 可以拿你命的 就是因为你过去生世的那种 杀业 就是杀害和伤害不同的生命 所以它就会在今生 如果成熟的时候 它的条件成熟 喂 你今天录卡 都不是要今天找 它都有一个还款期 那就是你过去生世 甚至今生都可能的 你的杀业 它成熟了 就变成了你的身体 有时多病 短受 这些统统都是佛家认为 是杀业和伤害其他众生的果报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你就可以去个源头 我常常的比喻就是 你下游的水会骯髒 那当然了 因为上游会骯髒 就是东宫水 为什么你不能打开水龙头 就这样喝水 除了是中间的那些 源通 中国建筑 奖礼文老公公司 那些大厦里面的喉管 是含源之外 因为就算它不含源 你都不会喝啊 大哥 因为它的水源是来自东江 而东江的水 你看到有死鱼 有死猪 有菌 有什么 你不是瑞典 你不是加拿大 你可以打开水喉 就喝水 你没有这个先天之理 那应该做什么 大哥 应该不买东江水 应该整个化碳厂 是吧 但当然我们亲爱的特区政府 是不会理你 但是对于我们自己 个人的因果 我们应该在源头 减肺 我们去源头 去清理它 所以如果你是有 这个cancer的因 OK 就是你有杀业重 的话 参悔 参悔 很多佛堂 你上google 我不理你现在到底是住在加拿大 美国 澳洲 哪个国家 香港 你只要上google 你打 拜忏 就是拜神的拜忏 费 拜忏 都会跳很多出来的 YouTube打都可以的 你在家里都可以的 你说我住那里很远 我不方便 我的时间都能走 OK 不要紧 在家里 上YouTube打 跟着他都可以 拜忏 应该是身体 和语言 和思想 在一起 因果的组成 就不是你做出来的 例如Jolene 我的朋友 他会问他 那些人这么坏 会有因果 我今天才跟他说 我说 其实什么都有因果 不只是你做坏事 有因果 你做好事也有因果 你不只是做出来 做现在是第二步 或第三步 第一步是什么 就是想 思想都有因果 说出来有因果 做出来更加有因果 因为你想那一刻 你负不负诸实行 你有四 你可以 比如我老闆 我常常想 懒人 但是我会不会去做 我不会 但当你去到负诸实行 你的因果再重很多 你每次想 其实他都在你的脑子里 重复一次 譬如打机 杀人的游戏 战争的游戏 其实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令到你 不断有杀的念头 杀的念头 也会有杀的果报 不是没有的 但是他会不会 是有 就是说 会不会等于我经常打机 就会生癌症的 那又不是 不是那么直接的 OK 但是你是 reinforce了 就是所谓的念力 OK 它有它的力量 那 譬如我们说 水知道答案 有这样的一个 一本书 一本日本的博士 就是肝本性 博士 他过了身 但是他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说 水 你对着它 说 不同的说话 比如说 哎呀 你很漂亮啊 或者我很喜欢你啊 或者多谢你啊 我很感激你啊 这样 接着 那个水 立即摆进去 令出来的结晶 像雪花 很漂亮的 但如果你说 我恨死你啊 我想你死啊 你做啥啥啥啥啥 那些 还有充满仇恨的说话 或者是 就算是说 那个说话 好像是neutral 但是呢 其实你的情绪 充满仇恨的话 出来水的结晶 都是很可怕的 散开的 你们可以上网搜索的 水知道答案 OK 那 所以其实 万物 它是 和我们是一个共生关系 我们有一个 叫做一个网络的关系 我们并不是互不相识 我们并不是毫无关联 有的 OK 正如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里面 你觉得 我不是给钱买 买了 我不是吃 我没有东西的 是吧 我和那个 那个所谓的 社会责任 或者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人 我不认识他的 但是 让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 吃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会 就是 有很多人会痴肥 有很多的健康问题 比如 小朋友现在多了很多 的ADHD 精神没有办法集中 那种病 我真的很动静 那些人就 哦 医生又开药给你 我妈生患症 医生又开药给他 我爸爸那时候 胃孙倒流 医生又开药给他 Guess what 你的健康责任 不是在医生里 我刚才说了 医生是帮助你 管理你的症状 他开始给你 是令你的症状 你的症状 go away disappear 但是 是不是真的 disappear 不是 不是 为什么不是 因为 如果是真的 那一粒鲜丹 你吃一次就 disappear 很明显 它不是吃一次就 disappear 如果那些药厂 怎么会 那五六间药厂 怎么会 占整个NASDAQ 整个道指成分股 你自己看一下 它占的比例 市值占多少 因为 因为 人们会症 我们会病 除了因为我们的因果之外 因 果之外 因为我们中间做的事情 正如 我自己是佛教徒 我没有拜忏吗 我有的 但是我中间做的什么 就是刚才所说的 喝奶茶 顶肚 我没有吃对自己身体 有益的东西 这样 好了 你 oad your responsibility to you自己的健康 你oad your responsibility to your父母 子女 伴侣 你不要觉得 你oad to your公司 你oad to your老板 香港人是这样 我自己也是这样 所以我明白 但是到你乱当的时候 到你出事的时候 你老板 或者我的老板 即我的客人 他会不会来医院探我 不会 ok 就是你自己在医院拗 分分钟 你认识了几年 那些朋友 都没有来探 in my case 就是这样 所以 你 顾自己 你搞定自己 医生 他不是跟你一起生活的 他不会知道 其实 你的生活习惯 有些什么 值得 是不是需要改变 你有症状 他就是manage你的症状 他就是开药给你 令到你那个症状 temporarily 暂时性消失 是不是永久消失 well 不是 所以 我们是否需要花多些时间 去了解 其实 我们应该 如何照顾自己 如果你自己都照顾不到自己 forget about 赚钱 forget about 你旁边的partner forget about 你的子女父母 because I'm sorry 他们有机会 是会 离你而去 为什么 听到这么恐怖 我病你都不理我 喂 狗病 无效指 是不是 为什么 你病的时候 你会 I'm sorry 但是 你会成为 你周边的人 的妇类 那 你自己 这么久以来 你没有照顾自己 到你 啊 糟糕了 你的身体 give up on你了 这样的时候 喂 你以为 你身边的人 需要去承担 这个责任 不要 说真的 老老实实 他照顾你 就是 恩情 他不照顾你 是道理 因为 你这么久以来 你没有照顾好自己 所以 我今次 我入厂 我不觉得 我哪个朋友 没来看我 就是 sorry 我不应该在这个正经的节目里 讲这些语言 但我都知道 我一向都是这样的 OK 甚至更糟糕了 这个已经很客气了 说得 就是 你的责任 you owe it to yourself so you bloody get it done OK 这个就是我今次 realize的东西 好了 不断地跳一下 说的话 刚才我说 为什么那些猫 平时 又不用拉筋 又不用做任何的 weight training 它可以 这么有能力 Defend到自己的地盘 那么敏捷 这么好反应 看回头 我们的身体构组 就是 为什么 我们要操得这么辛苦 因为 代价太高了 大哥 你的身体有得选 它当然选 要脂肪 不要肌肉 因为肌肉 是很x大成本的 肌肉 就是 就算 什么都不做 你不举 你只坐在那里 它都不断地燃烧 你的身体里面的代謝 能源 能量 卡路里 它不断地燃烧 消耗 所以对你的身体来说 它不要肌肉 它不喜欢肌肉 因为是负累 OK 它足以脂肪 为什么需要脂肪 大哥 没有成本的 我放在那里 就放在那里 而且 如果 有什么头晕生气 你不吃东西 我觉得很饿的时候 我还可以消耗脂肪 所以 as you age 你的身体 更加喜欢脂肪 更加不喜欢肌肉 你看到身边 你搭地铁 你上班的时候 你看一下 横顾四周 有多少人是很靈 我不是说很大脂 而是很收场 很有线条 很结实 有多少 没有 为什么 很难操 很难 因为你身体 选择 它要没有成本 接着 是一个 reserve 就是一个 储备 它喜欢储备 我们也喜欢 我们银行里 多的储备 而不是一个 我要不断地供他 供他供书教学 所以你的身体 是会选择脂肪 不选择肌肉 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身体 先肯选择肌肉呢 就是当他认为 you are fit enough 你的fit enough 不是你告诉自己 我好fit的 我好得的 我以前是跑一百米 我跑十秒三 不是以前 而是今天 你的身体 无时无刻 他在选择你 他告诉你 我觉得 你是否 up to 我的standard 所以你和你的身体 其实是一个对立 你和你的身体 其实是两样东西 好了 到了他judge 觉得你够 fit的时候 他就会容许你有肌肉 那他怎么judge呢 就是说 远古时代 你有狩猎能力 你是可以养活到自己 的时候 他就会放弃 不需要那么多脂肪 脂肪少了 肌肉就可以提高 提高 多了 是不是同一件事 不是脂肪组织 肌肉组织 当然不是同一件事 我其实以前 在加拿大读书 我是take fitness 那个年代 很流行 step 那些踏板 踩踩踩 我每一天 就空肚回去step 所以我下半身到现在 就是腿 那些 都还是firm的 但我上半身 因为以前的step 是不加雅琳母性 所以 上半身 upper body 和cord 就是中间这一节 就没有力的 没有肌肉的 Anyway 再说 他要觉得你有狩猎能力 你不会饿他 因为大哥 你去找东西给他吃 就是他 你的身体 你去找东西给他吃 所以 当他觉得你有能力 不会饿他 他才肯要多些肌肉 好了 那些人经常说 我减激都减不到 唉 我喝水都肥 为什么 因为你不健康 不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身体觉得你不feat 其实你肥 是因为你不健康 不是因为你 不是因为你 刚才我说错了 你不健康 所以肥 对 这个是对的 你不健康 所以肥 不是因为你肥 而不健康 你不健康 所以肥 你不健康 你不健康 你不肥 你的身体觉得你会饿他 所以他很害怕 所以他不肥 因为他觉得你会饿他 所以他觉得你会饿他 所以他觉得你会饿他 所以他为什么 就是所谓的饮食的方法 去达到他心目中想要的身形 你知不知道 Average 普遍 女性 美国女性 花了多少年的时间 他一生中 花了多少年 去 透过节食 减肥 去达到他心目中的时间 心目中的体型 磅素 你们猜猜 稍等一下再走 是很夸张 是讲17年时间 美国普遍的女人 美国人出名是什么 肥 你不用去德州那些 New York那些相对瘦一点 因为大城市 又有些比较富裕的人口 又可以吃一些自然的东西 但大部分 是用17年时间 都达不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身形 你知不知道 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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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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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些年代 我们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所听到 吸收到的资讯 如果是对 就不会这样 对 如果是对 就不会 17年 不会说 1%的人才成功 那99%发生什么事 那就是你外面的信息 99%是错的 我觉得很深奧的就是 去年有一个女明星过身 我跟她不是特别熟 但我其实跟她有几面资源 不是一面 不是两面 因为我们有common friend 我们有十面 八面 甚至十几次面的资源 罗明珠 她因为吃减肥药 心脏衰竭 心脏衰竭 过身 很可憐 我不是减肥专家 OK 但是我过去这段时间 我的而且确 是真的透过research 透过不断自己实践 有人说我瘦了 哈哈 好开心 我做些什么 我告诉你 跟我妈当年生癌症的时候 做的同一样 一句粗口 我妈验到自己 三期 即是末期 的淋巴癌的时候 我妈想到自己没有了 死硬了 的时候 我妈一个反应 英文会说 Fuck it I'm going to eat whatever I want 这样 我妈戒了几十年的牛肉 突然之间她吃了 然后她不理 我喜欢吃什么 我爸爸 All is life 他最健康的时候 如果有听过我节目的人 可能都知道 我当我爸爸是神的 我神格化我爸爸 正如德川家 第三代将军 当他是爷爷 德川家康 是神一样 我也是这样 我爸爸 50岁 都是很健康 但我爸爸是什么 大鱼大肉 其实不是鱼 红肉 很喜欢吃肉 很喜欢吃肉 还有喝酒 我妈就决定是硬 硬 硬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说 六七成是要吃炭水化合物 然后两成是蛋白质 然后5-10%是脂肪 对吗 还有糖分 记得吗 记得吗 我们这么多年来 每次都是听这些微型 结果是什么 只有1%成功 99%是错的 like I said 即99%的信息是错的 这个时候 我姐姐就很激动了 我就要读一段东西给大家听 不要再弄一些没有东西 我读什么给大家听 New York Times 这篇文章就是 这篇文章就是 啊哈 现在看到了 不过是reverse了 不要紧要 我读给你听 How the sugar industry shifted blame to fat 这个糖 这个製造业 就是糖 的业界 它怎么样 一句粗口 少少粗俗 很糟糕 在1960年代的时候 它是给钱赚助 所谓的科学研究 跟着就说 啊 其实呢 心脏病 腦退化 跟着 癌症 这一路 这一堆全部 拿你命的那些 其实 是脂肪的 是脂肪很坏的 脂肪令到你这样 喂 读爆了 但是sorry 我们被人欺骗了50年 这个我照读英文 我再翻译一下 OK The documents show that a trade group called the sugar research foundation known today as the sugar association paid three harvard scientists 哈佛大学的科学家 the equivalent of about 50,000 in today's dollars to publish a 1967 review of research on sugar fat and heart disease OK 他们将整个内容扭了 将整件事 说了 是脂肪不好 脂肪令到我们血管闭塞 脂肪令到我们中风 脂肪令到 什么都脂肪不好 OK 接着出现什么问题 大家科学家就扭爆头 死了 那French paradox 我们怎么解释 French paradox 即是法国人 尤其是法国有某些地区 哇 大哥 我们很喜欢吃的Duck Confit 就是将整个 鹽叶的 咸到鼻子的 这个鴨鼻 用牛油拌住 以前没有冰箱嘛 你想它怎么保存呢 大佬 用油封住 然后煎的时候 拿一根肥脂出来 放在锅上 煎香的时候 鴨鼻就这样吃 然后喝红酒 牛油敏敏 什么都牛油 吃芝士 喂 你科学家过去五十年 最扑街 最害人 最会令你死的东西 喂 那帮法国佬不停吃 但是 但是为什么 那些地区 OK 不吃fast food 那些地区 吃这些肥脆脆的地区 为什么他们 心脏病 率那么低 癌症又那么低 你怎么解释 所以我们叫做French paradox 就是法国式的吊鬼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好了 地中海地区 哦 蔬菜多 鱼多 什么多 橄榄油多 橄榄多 日本充成 你有解释给我听 肥猪肉 不肥不吃 五花腩 炒苦瓜 炒蛋 然后不肥 什么都肥 吃鱼 五花腩 哇 很长命 还有 广西巴马 这个地方 那些人很长命 平均 广西 不是吃狗肉 不是玉琳 是巴马 是另一个地方 不要消除别人那一家 很长命 平均八十多岁 平均 然后 过百岁 大把 不是人碎 很普通 每个家庭的阿爷 阿嬷 都是百多岁 为什么 Hemp 就是大马 火麻人 这三四个地方 还有 印度 印度 不是所有人 印度现在灾难 灾难到爆 我稍后解释一下 为什么灾难 但是 为什么 印度那些瑜伽士 很长命 都说八二岁 走去身体检查 你身体四十多岁 血压高一点 什么病都没有 他为什么八二岁 做身体检查 一世都没有入医院 因为头痛 他人是第一次头痛 世界末日 就是身体检查 这个人 瑜伽大师 不是西方的瑜伽大师 当时是食渣 但食渣是不是好呢 我稍后告诉你 有待相抗 他吃什么 瑜伽 是要吃什么 很多椰子 印度 一直吃椰子 那批 很落后 很被人看不起 为什么 过去五十年 就说椰子 有胆固醇 你当然不要吃椰子 有害的 所以 那些很羡慕的人 就信了 很HIP 很Updated 那些人就信了 就说 淀粉对身体是好的 要占六七成的 脂肪应该占五成 sorry 五个percent 即5% 不是五成 所以我说错了 那这些人就糟糕了 为什么糟糕了 因为原来发觉 那些很高脂肪的人 反而没事 刚才所说的 地中海 橄榄油 桑橄榄油 是肉 鱿 沖織 肥猪肉 鱼 雞 螂 以前不是说蛋不吃 现在有说哈 巴马 就是丧 academically Vaylin 什么是火麻人 他们不是喝奶 不是喝豆浆 但 Т Trib sanctum 是火麻人的奶 火麻人的油 走去炒菜 火麻人的煲湯 什么都会尝 copying 然後印度的椰子 四個最長壽的 在這裏 French Paradox 不是整個法國 是某些地區 喪牛的地區有長命 你解釋給我聽 What has been wrong? What have we been believing? 現在都被人刺爆了 我就是想告訴你 我媽媽當日那個fuck it I'm gonna have beef I'm gonna eat whatever 因為我媽媽想著明不久矣 一個probably就是救了她 為什麼救了她 我告訴你 我自己在實踐 當我媽媽很餵食 走去 我什麼都吃了 反正人一輩子一輩子 吃少了什麼? 飯 這個時候我實行 我爸爸去到五十多歲還很健康 原來他一輩子 是一個unknowingly 他不是刻意 他也不知道 是一個ketogenic diet 生酮飲食 我想大家上google 先聽完這個節目 然後去google 生酮飲食 不過調轉了這個字 ok 這一本也是 among我很多 一本在看著的書 因為我在做 research 減糖 減到什麼地步 我待會告訴你 你的身體需要的是什麼 是脂肪 不是差一點 那麼簡單 脂肪 是需要的什麼脂肪 是好的脂肪 好 這個時候你說 什麼叫好的脂肪 什麼脂肪 也有好的嗎? 是 脂肪絕對有好的 我告訴你 你會凹凸 你的心 就是 原來牛油是好的脂肪 所以French paradox 由頭到尾 根本沒有什麼 調鬼不調鬼 如果你的一群哈佛大學科學家 不是收了別人 等於今時今日 五萬元美金 即四十萬左右 這群人是樂得地獄的 我告訴你 去publish這些說 其實是脂肪衰 不是糖衰 今時今日 全部都推翻了 你當年這樣去收人 賄賂 都已經被人捉爆了 Davidson 不是牛豬雞不好吃 只是白糖 也不是 你先聽我說 你不要洗兩次 說同一件事 你不適合你的資訊 OK 我媽媽 為了多吃點菜 吃點飯 救了她 當然 我那些什麼敗慘 那些 當然是有神效的 我告訴你 OK 我爸整世人 很喜歡吃肉 油膩膩 不喜歡吃 碳水化合物 OK 救了她 一直是 貴打這麼精神 OK 我 這個月 你以為我瘦了 是因為我病 我不是告訴你 我是三月二十幾號的時候 進醫院的 這個月 像我說 是次官蕭公子 和Jolin 做一個很好的朋友 是給我放假 給我休息 其實我不是真的 在那裡 其實我是在那裡 照顧我的子女 因為他們的病 我就是做了生酮飲食 我猜不到 我媽媽都知道 這件事 我媽媽不完全知道 生酮飲食 而是 我媽媽知道 糖不好 飯不好 脂肪好 我不知道 我媽媽她知道 我媽媽真的很厲害 我媽媽不然知道 那什麼叫做好的脂肪呢 我告訴你 好的脂肪 牛油是好的脂肪 Villa OK 牛油要什麼 牛油 草字的牛油 不是谷字牛的牛油 有些貴 坦白說 有一隻叫做Carrie Gold 不是我代理的 你儘管看 它是牛奶公司代理的 但是它是全世界最漂亮的牛油 為什麼 因為它在愛爾蘭 放牧 給牛肉走走走走 去吃草 為什麼草字和谷字的肉類 包括它們的製品 奶類製品 有這麼大的影響 因為 我裡面有一個圖表 當然你還可以買這本書 這個是三個 有一個德國的醫生和科學家 去寫的本書 對不起 我只是反轉了 我沒辦法了 我待會拍一本書 放上網站給大家 好嗎 你看到畫面有什麼呢 看到有牛油果 看到有蛋 以前 死人頭說 一個禮拜只可以吃兩隻蛋 因為你的膽困性會太高 然後你就會中風 你就會死 吃屎了 因為我很生氣 因為我覺得它害很多人 所以我很生氣 就是其實 膽固醇 你每天的身體 是會製造二千個 unit的膽固醇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你身體會自己製造 如果是廢的話 它不製造 它製造的目的 就是因為你的腦需要 你的視網膜需要 你的每一顆細胞 細胞膜需要膽固醇 當你吃好的膽固醇 它就不需要生產 明白嗎 吃吧 吃蛋 喪食蛋 吃蛋 吃牛油果 好了 蛋是絕對OK的 我一天 就算我吃六隻蛋 八隻蛋 都沒有問題 I've been doing it 我現在精神 好過以前 很多 我瘦了 皮膚好了 身體好了 脂肪少了 OK 哦 ISBN 我等一下放上去 好嗎 我放上去 forum 給大家 因為我為什麼要講癌症 我不是就大家 當然 我不是說 我不是 我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為什麼要講 是因為 是 身邊 一定有人有癌症 這個就是很sad 當然 佛教恩的角度就是 我們殺業太重 但是 因為我都說了 因果中間你有緣 你不是改變了那個環境 你就會變了 大哥 我放你在一間 很冷的 好像是雪房的屋 你都要穿余蓉 但是如果我放你去 這個印度 四十幾度 喂大哥 那你就要穿什麼 你就脫掉衣服了 所以環境對人的影響 就是所謂的因果中間那個緣 就是外在條件 環境因素 這個事情 你控制到的 所以我不是跟你說 你聽我 或者你去買了一本書 那你聽我 就是我幫你露宿了 的意思 但是你當然 Please do more research Don't take my words for it 你不要相信我 自己去做 research OK 繼續說多一點 脂肪 什麼脂肪是好 牛油 為什麼要儲治 放養 放養 它裡面的奧米加3 奧米加3 奧米加3 是高過奧米加6 奧米加6 奧米加6 我們就說奧米加369 奧米加369 奧米加369 但是奧米加369 你要將奧米加3 提高 到差不多1比1 你身體就會很好了 為什麼要提高 因為你不要你身體發炎 OK 其實慢性病就是慢性發炎 不論是 好像我長期的頸痛 或者是心臟病 cancer 糖尿病 腦退化症 Alzheimer's Pakkinson 這些全部都是 其實是慢性發炎 有什麼會令到身體 慢性發炎 糖分 這個時候 有人就會跟我說 不要緊 我們吃醋米 不要緊要均衡 我告訴你 沒有均衡 我解釋給你 為什麼沒有均衡 因為你身體有一件事 叫胰島素 胰島素 就是我剛才節目 開初跟你說的 就是說 你身體為什麼選脂肪 他不要肌肉 肌肉有代價 有成本 但是脂肪沒有 他怕你餓他 你知道現在的人 挺喜歡玩節食 還有你身體本身 遠古時代 我們成為直立人之後 我們的確 不是每次都會狩獵到食物 所以你身體的機能 他要保護自己 他就是 不要當你的身體 只是你 兩個東西 你的身體 就要保護自己 他怕你不給他吃 他就要償脂肪 他就不要肌肉 肌肉貴 我經常都要消耗 肌肉 所以叫肌肉 那你就要告訴你身體 我其實我很健身 還有我很多東西吃 你不用受 我一定會狩獵到東西給你吃 所以你不用怕 你不用做脂肪 你給我做肌肉 你要教他 所以你要給他一些他要的東西 你知道嗎 人類為什麼會有無神神 變成直立人 我們的腦突然大了很多 我們的腦大了很多 因為什麼 因為脂肪 因為我們 開始懂得 sharpening tools 開始懂得 狩獵 我們如無飲血 食動物裡面 有大量的脂肪 OK 脂肪令到腦 今時今日 我們的腦有一半 都是脂肪 其實 它 expand rapidly expand 好了 所以我們需要脂肪 我們不需要糖粉 這個 Please get it in your mind 好清楚 記住這件事 好了 但是 咦 我要脂肪 但不是會肥嗎 不是會失血管嗎 這樣 失血管的是糖 失血管的是糖 加蛋白質 OK 就是什麼 如果你爬飯 再加肉 你糟糕了 為什麼 因為 你就這樣吃 少少東西進去 你的胰島素 都會 這樣彈 已經 所以 什麼叫 GI 就是你那個 升糖值 你吃了下去 你的胰島素 它要分泌得多快 去中和 你吸收進去的糖 我告訴你 我這個月的研究 我回來做節目 我是有準備的 OK 我真的有做到功課 我們的血液裡面 只能夠 站到兩茶匙的糖分 你一多過兩茶匙的糖分 胰島素就要出 它就要馬上去處理 你知不知道 一碗白飯有多少砂糖 多少粒砂糖 十九粒 剛才聽不聽到 兩茶匙 和一碗白飯的十九粒 你什麼都死了 大佬 烏冬呢 十八粒 好少少 這個白飯 就是糙米 那會不會好一點 它升糖 升得慢一點 但是 聽著 它絕在什麼地方 沒有分別 在最後的日子 沒有分別 為什麼沒有分別 不是很健康嗎 不是 為什麼 胰島素有一個很大的 很清晰的 特質 胰島素一啟動 你身體就不燃燒脂肪 什麼意思呢 你身體有三種 technically 有三種脂肪的 不 對不起 你有三種的能源 它能夠使用的 一 糖 OK Glycogen 第二種就是fat 第三種是protein 可以 Sally 我看到你問我 你一直聽下去 我會告訴你 好了 但是 蛋白質 其實 除非你去到很嚴重的病 你身體什麼都消耗了 頭那兩樣 糖和脂肪去完 它才會吃進去第三種蛋白質 因為蛋白質就是肌肉 肌肉 你的身體是不去到不得已 它不會用的 為什麼呢 肌肉是保護骨的 所以它不會去到第三種 是去到真的很危險 它沒有辦法 它才會消耗到肌肉 你看到一些人 某個名人的老公 之前不是很瘦的 進了ICU出來 他不是被人拍到的 他不是很瘦 我不知道他什麼病 我沒有看那些八婆雜誌 但他應該真的很嚴重 是去到身體 要消耗到肌肉 好了 剩下糖和脂肪 發生什麼事 你身體一定會選糖 為什麼 快手 就手 因為你不斷放糖 這個才是關鍵 因為你是無止境地放糖 你們自己上網看看 一罐紅色的可樂有多少糖 我回答你剛才 一碗白飯是十九粒砂糖 還沒計算 你出去吃飯 什麼都加糖 你知不知道大部分的糖 是在什麼地方 在醬料那裡 我做廚師 我很清楚 你以為你吃的那個叫什麼 焗豬扒飯 當然好吃 你知道有多少糖 在裡面 一碗焗豬扒飯 他告訴你千多卡路里 我告訴你 你不用管 卡路里 因為這麼多年 科學家說完 被人收了錢說的話 他告訴你 卡路里 卡路里 大哥 卡路里以外 更加關鍵的是你的Hormone 你什麼賀爾蒙促使你吸收 儲存脂肪 什麼賀爾蒙 令到你分解 燃燒脂肪 他不說 收了錢 不是我屈他的 New York Times 都說解禁了 才知道 發生什麼事 原來 收錢 他刻意把視線轉移 他去屈脂肪 我告訴你 從現在開始 你盡情 牛油 餓油 好吃到瘋 OK 肥豬肉 還有什麼 還有椰子油 橄欖油 Go ahead Binge 喪對 我告訴你 我過去這一段時間 不是一個月 我想我大概幾天左右 一個星期左右 我在這裡喪對 你知道我喪對什麼 喪對油 OK 我要做所有的Fat Bombs 就是脂肪炸彈 因為 你一調轉 是不是美國科學家收了錢 是 沒錯 我會傳回連結 我不是屈他的 OK 你一調轉 你的生活 你每天的那個吸取量 我當你2000cal 大家都這樣計 女生2000 男生25 你只要調轉了 六七成 是來自於脂肪 好的脂肪 你馬上百病全燒 我告訴你 OK 我稍後會讀一些 很有力的助症 而這些很有力的助症 是針對cancer 也針對肥胖症 因為 你只要健康 你就不會肥 你不是因為肥而不健康 你因為不健康 所以你肥 OK 好了 為什麼我說 哇 你是不是瘋了 你跟我說我可以 爽牛油 爽豬油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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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這東西很好喝 你喜歡叫什麼 叫做Bulletproof Coffee 或者我不喝咖啡 我喝茶 我叫Bulletproof Tea 是什麼呢 茶 沖了龍茶 跟著 熱的 加一個湯匙 幾個牛油 Carrie Gold 的牛油 OK 爽康 買61個多 是貴 是肉赤的 一匙 再多兩匙 的Extra Virgin 的椰子牛 下去 再加無糖的椰奶 再加這個Stevia 就是甜菊葉 天然的 然後再加這個椰粉 打了之後 你用攪拌機 為什麼呢 攪拌機夠高速 剛才我把油和脂肪 混合在一起 變得很奶油 很香 很好喝 我告訴你 我又是因為日夜瘋了 其實我到現在還沒吃東西 你知不知道 但我很精神 我不餓 我吃得下東西 我做完節目就會吃東西 但是 很精神 好好味 很香 你可以儘管 爽蛋 爽肥豬肉 不肥不吃 和牛 當然是A5 雞 當然是連皮吃 你可以這樣 只要 你肯全面戒糖 啊 全面戒 好慘喔 這樣 是啊 高八度 我聽這些反應太多了 我跟朋友說 是全面 為什麼 因為胰島素 最糟糕的地方 就是 它一出胰島素 它就不會燃燒 它就只會選擇 第一種就是用糖分 作為你的能源 OK 它就不會tap into 你身體所謂的reserve 即你本身在肚腩 在腰 在腰 和內臟脂肪 才危險 它就不用那些了 為什麼 喂 快手 都是那句就手 那它就用就手的東西 你一天供給糖 它一天都不會消耗 你看裡面的脂肪 去到什麼位它會用呢 就是當你每天的碳水化合物 的量吸收 是under 50克 哇 少到你不相信 你拿一罐可樂 你喝了已經沒有了 我告訴你 當你沒有了 OK 你under 50克 你不再為你身體提供 最就手 最快捷的 這個所謂的能源的時候 它就一定要switch into 第二個mode 就是用這個身體裡面的脂肪 OK 那代表什麼 就是你睡覺都會燃燒脂肪 代表你吃什麼 它都會用得完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所謂的ketogenic diet 就是生酮飲食的人 是不會肥的 我可以 你上我自己個人的page OK 因為我免得洗版 在這個forum上面 那些人瘦百多磅 不是開玩笑的 你知道美國那些可以很肥的 他由三百多 減到拍頭 瘦了百多二百磅 就是大魚大肉大甘油 Believe it or not 喂 聽清楚 你不要想著我全部都是肉 我不用吃菜 這樣會出事 這樣會變成atkins diet 不是atkins diet OK 是keto K-E-T-O 是最原始人類的飲食方法 你想清楚 到底什麼時候才有這個精製白糖普及化 200年的事 什麼時候才這個精製穀物普及化工業革命之後 100年的事 而這段時間發生什麼事 生癌症的就是生癌症 OK 腦退化的腦退化 所以 不要再相信 因為已經被人刺爆了 那些叫你吃碳水化合物的 是收了錢的 OK 省回 吃一些對你好的東西 Cream 記住 留意糖 你一定要看它的標籤 我告訴你 這個 diet 什麼都好 因為你又會瘦 你會精神 你會皮膚好 你會遠離癌症 你會遠離這個 腦退化 心血管疾病 Perfect It's so good 但為什麼不是每個人都做呢 我告訴你 原因 很X反 為什麼很X反 你每買一件東西 你都要看它的標籤 碳水化合物 糖粉 膳食纖維 這三類一定要看 因為你要把這個 碳水化合物 減了纖維 剩下那個 就是Net Carbs 每天不可以過50 你知道有多少隱藏 還有啊 你不要想著 開整天出去吃飯 因為呢 你除了吃串燒 不是Yakitari 不是那些 茶汁 汁燒那些 OK 是沈鹽 那些你吃得 OK 隱藏的汁醬 不敢吃 昨天我想吃一個蟹粉 什麼蟹肉 不知道什麼 不吃 為什麼 有芡 不吃 代表什麼呢 自己煮 然後 但是你自己可以吃一些 很香口的東西 沒問題 吃到夠 OK 你不用 你不用解 你不用解口 你只需要什麼呢 就是說 你六成至八成 是好的油脂 再說多次 雞皮 好油脂 五花腩 好油脂 牛油 餓油 好油脂 橄欖油 一定要 OK 這些要佔六至八成 OK 接著 再加 肉類兩成 肉類 那你就要越肥越好 因為 如果你很瘦的肉 是會令到你的胰島素 然後 然後 剩下的 5至10% 就是 不是真的一匙的糖 而是 躲在菜 肉裡面的糖 譬如我們煎牛排 為什麼可以煎到它 啡色 很香 很脆 對面 英文叫做 caramelization 就是焦糖化 肉裡面也有糖 蔬菜裡面也有糖 OK 所以 做生 你如果要跟生同飲食 恭喜你 你下定決心 每樣東西要看這部 你要做功課 你要research 你要肯煮 OK 好消息是什麼 你會省很多錢 買那些 Macadamia nuts Brazil nuts 很貴 但是 你不會一天吃完 OK 接著 你 不吃這些東西 你省很多錢 因為你不用 經常出街吃飯 OK 你出街吃飯 你可以問我 我可以告訴你吃到什麼 吃日本東西 不要吃壽燒 吃刺身 沒問題 吃日本東西 串燒 撒鹽 不要照燒 撿燒 OK 你吃很多油 少少肉 大大份菜 你怎麼吃都行 不過 沒有飯 沒有汽水 OK 每樣東西 吃之前 麻煩要看這部 你說 蛤?我不瘦 對不起 我好瘦 我不肥 那不怕 如果你是有 任何你覺得 不是那麼健康 或者我家人 好像我這樣 有糖尿 不是糖尿 對不起 有癌病的歷史的話 你明知道你有這樣的因 家族歷史嘛 就是因 對不對 然後你有這個 叫做 有機會有這個果 那你中間 你改變吧 大哥 好嗎 OK 我現在讀書仔 給你們聽 OK 讀書仔 就是 為什麼 這個生酮 這麼好 你身體 你會發現 情況會怎麼樣 你的腦 會轉得快很多 因為你的腦 如果能源 這個脂肪 是它的能源 的話 是穩定很多的 你不會有那種 吃飽 很硬睡 因為你血糖 plunge OK 然後 他要搞定 他的血糖 所以你會 很硬睡 不是這樣 不會 你會很精神 持續 整天 那個 energy 都是很平穩的 OK 你皮膚會好 因為你不發炎 你不發炎 你不會爆粒 不會紅 然後你會瘦 你會發覺 有腰 然後 有馬甲線 甚至 然後 你的衣服 鬆了 舒服了 然後 你不需要擔心cancer 我有一個朋友 住歐洲 鬼婆 她有一個朋友 生cancer 不是吃齋 她成為純素 她成為純素 但是 癌症 過了身 為什麼 素食裡面 我剛才問 吃齋 何圈何點 素食裡面很多糖粉 很多隱藏的糖粉 所以 不是吃齋 不吃齋的問題 你吃齋可以吃 因為你吃齋 都可以生同飲食 但是 你就 橄欖油 椰子油 這些 你要吸收得很多 杏仁 果仁 芝士 蔬菜 豆類製品 你要知道 你自己在吃什麼 你要做功課 如果你生同飲食 你沒得懶 但是它的好處 是絕對值得的 水果當然不可以 我告訴你 什麼水果可以 檸檬 還有 牛油果 你不會當它是水果 但是 你可以很少量 譬如藍莓 可以很少量 你要做Research 你要上網 雪糕不可以吃 自己做 我告訴你 你用這個 Unsweetened的Almond Milk 就是杏仁奶 或者是椰子奶 買之前看標籤 接著 就加 Fresh Cream 沒有糖的Cream 脂肪很高 我們覺得是因物來的 然後 沒有糖 蛋水化物很低 一粒Cream 椰子奶 加Stevia 即是甜菊葉糖 加上辣精 沒有糖 接著 因為脂肪夠 35%以上的 那些Cream 是打到它可以起的 接著 塞腳冰桂 There you have it 雪糕 美味雪糕 好吃到爆 OK How about curry 你不要逐樣問我 Do your research 很簡單 你下去 任何一個超市 日本咖喱 你看那個標籤 你看carbs 你已經知道 我告訴你 你不要想著偷雞 不要想著僥倖 為什麼沒有僥倖 我告訴你 你胰島素 一出 你身體 立即不燙 胃 因為胰島素 代表什麼 它是會將你吸收的東西 轉為儲存在你的肝臟附近 OK 腰間的脂肪 胰島素 胰島素 就是這樣 胰島素更加糟糕 就是什麼 就是它會將 如果你是肉和飯 肉和麵 一起吃的話 它會將它變成200% Pring Turbo 200% 所以你看到 喜歡吃碟頭飯的人 特別肥 都是有人不肥 Good for you 你不吸收 但是不代表不生癌症 不代表沒有心血卷疾病 所以 for your own good 記住 我們的身體是我們 我們是要自己 為自己負責 因為狗病無效指 你的子女 你老公 老婆 你爸媽 沒有人 是有責任要照顧你的健康 當你坦了 當你中了風 當你生癌症 不要想著是他們的責任 這麼多年 你沒有照顧好自己 所以發生這種事 所以現在開始 如果你是肯 樂力 我肯做research 我肯看這些書 我肯 真的好戒口的話 你是可以遠離這些病 You have a choice OK Indian Curry 大哥 Indian Curry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 有多少不同的種類 我怎樣都告訴你 可以還是不行 你是Marsala 還是你什麼 而且你不是煮的 你不知道有沒有加糖 大哥 所以 不要問這些問題 Like I said 我們是要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是要下載程式的 他算自己吃了什麼 差多少 麥皮吃不吃 是不是電水 是不是炭水化合物 是不是電粉 做多些運動 可以嗎 聽回這個節目 開頭 你的身體選擇脂肪 不選擇肌肉 因為它有成本 哎呀 問我一些問題 我極小 OK 你的身體 我不回答了 你的身體是要去到 那個胰島素 它不出動 是因為沒有糖分 明明什麼叫沒有糖分 大哥 不要再問這個 可以不可以 那個可以不可以 我可以告訴你 九成九的東西都不行 我可以放一個表 我自己的page上 過去download OK 自己download 你逐樣問我 我會死的 大哥 通常吃多些個蛋 肥 Fat 多吃多些こ OUT S دanki 豈有糖分 就不行 我會怎麼放 是你搶腸 Ensuite 有糖就不行 闢 烏冬 不行 领茶 加糖 不行 甜菊叶 或者那个叫做 我忘记了中文名叫什么 我到时候慢慢写 给你们的 list 你慢慢看 什么肉 什么肉 什么海鲜 什么菜 什么生果 什么nuts 你都别想要样样 有些nuts是不行的 你肯跟 你要记住是灵堂 不是拜那个 是你身体没有堂份的时候 它才会产生同体 而且很棒的 不是一天没有堂它就同体 两天没有堂它就同体 什么同体 就是你身体转模式 它不用4G 它用wifi 那你就不要问我 我可不可以一路4G 一路wifi 当然不行 因为一路一路wifi 所以它移动了 你一世人都在用4G 你没有wifi 你现在要把它吊下去 wifi 就是要因为收不到4G 明白吗 你身体没有堂份 它才会 转下去 它的模式就是用脂肪 它就开始用你身体里面的脂肪 那你要教它 当你不给它糖 你就可以教它 罗汉果糖是可以的 可以 没问题 一转下去的时候 我告诉你 脂肪 身体太多的脂肪 内脏的脂肪 血管里面的脂肪 它都帮你搞定 你明不明白 你明明有多笨 有多正 这件事 但是你要做什么 你要告诉你身体 我现在 由21分钟开始 我要你只用wifi 不用4G 你只可以消耗脂肪 不可以消耗糖 因为由现在开始 你死了 我不会给你糖 你要这样 你明不明白 你要有这些决心 还有这些毅力 你看到那些相 等一下 咦 我的电话 是 不是 不是这一步 我交换了 sorry 我发布上我自己的桌子 你看看 喂 400磅可以变成100多磅 怎样做到 就是人家很乖的 牛油果蛋 肥猪肉 牛扒 鸡连皮 面包不用问 当然不行 自己烤 用什么 用杏仁粉 去烤的面包 OK 做一大粒cream 一大粒牛油 在上面 喂 好爽的 其实 你肯做一些功课 你给自己 一个星期时间 走去做功课 一个星期而已 是不是 你问 我会把link上去的 乖 儘管看 做多些 为自己 为家人 我们要和某些政权斗长命 对吗 做一件事 OK 确保自己健康 好了 节目最后 我没气了 我呢 蜜糖肌不行了 不要患了 唉 OK 我读一下 悶到抽筋 忍一会 OK 生酮饮食 就是令你身体生起同体 什么意思呢 就是燃烧体内脂肪 OK 生酮饮食如何影响肿瘤 需要的生长条件 可以去帮助病人呢 科学已经知道了什么答案呢 那列举几件事 大量的研究 很清楚地显示 血糖值高的话 离患癌症的风险也都大 糖尿病患者 离患癌症的频率是高于上人 尤其如果他们的血糖是长期高居不下 癌症病人的血糖值也都是比较高的 血糖值的高低和正如的寿命长短 有明确的关系 在典型的糖尿病的血糖值之下 糖尿病人 他癌细胞的成长特别快 活力特别强 亦都特别容易转移 所以如果你的血糖含量高的话 你就是制造一个有利于癌细胞分裂的环境 为他提供荷尔蒙 就是胰岛素 你要知道 糖尿病有分一和二 就是type 1和type 2 如果大家例如有type 1 diabetes 第一种的话 你不可以用这个方法 不行 唯一一个例子 第二种都可以 什么叫做第一种不行呢 第一种第一型糖尿病人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胰狀已经放弃分泌胰岛素 所以他身体里面的血糖高度 他控制不了 然后他就会烂手脚 会盲 然后不断地磨糖 他身体已经控制不了糖 他就开始消瘦 因为他去燃烧脂肪 但他燃烧脂肪 不是因为他没有糖 而是因为他的机能坏了 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不是机能坏 我们正正就是机能还可以的时候 就要禁糖 你禁糖 你的胰狀不会坏 你明白吗 因为你不会不停地 逼他要不断地 用胰岛素去平衡你的血糖 你大把脂肪 大佬 内脏 腰间 大把 加上你饮食里面 给脂肪 你不用担心的 OK 你只要 on this ketogenic diet 就是生酮饮食 我听过 真人真事 10天瘦了6kg 即是13磅 10天瘦了13磅 不残的 OK 有一部分是水 是水 没错 但是 不是小量 因为他真的 整个人瘦了 不只是瘦一点点 有人叫人吉手指 OK 好了 我再读多一点点 好吗 OK 大量的糖 也会帮助癌 病 病的细胞 逐步 转换为 发酵 代謝 变得更加有攻击性 即是 他不只是 你糖分高 不只是令他不断地生 生 然后很生猛 他还是会越来越恶的 而且越来越有攻击性 而且转移得更快 OK 所以降低血糖 是有意义的 就算你不是想减肥 是有意义的 OK 我们没办法去将血糖降到零 没办法 因为你身体 它一定会制造到的 因为红血球是需要糖的 不过呢 你不用担心它不够 你放心 我都说了 你煎块扒 它里面都有糖 OK 鸡有糖 什么都有糖 所以不用担心 没有东西 除了水是零糖 之外呢 其实什么都有 牛油都没什么 但是呢 OK 你不用担心 你反而担心 你自己戒不戒得清 OK 血糖和胰岛素两者 是互为表类的 OK 胰岛素就是最为人所知的 荷尔蒙 刚才说了 科学家过去的50年 很糟糕的 除了说你要蛋水化合物之外 更糟糕的孩子 他只是说卡路里 卡路里 他没有说 令你肥 还有令你燃烧脂肪 其实是荷尔蒙 OK 所以我继续读多一点 多忍一会儿 就是吃一餐 很多淀粉质的食物之后 你的胰腺 胰岛素 就要大量分泌 因为它要帮你的身体 吸收 这么大量的糖 记住 你的糖分 身体里面 它只能够 整个人体 两茶匙 一碗饭 19粒砂糖 你的胰壮 你的胰壮很不够 所以这么多人老了 会有糖尿病 不是没有原因的 整个印度 很多糖尿病的人 第一 杀手 为什么 因为 救命 印度人 那些糖分 淀粉 是多到 喂 你吃一餐咖喱 OK 它除了会有一碟饭 那些Pulao rice之外 它还有Nana Roti 即是不同的饼 你都知道 有一碟饭是薯 现在还要喝汽水 不是ZERO 是糖分的汽水 吃完之后 还要吃甜品 一个奶波浸入糖水里面 救命 所以你看到印度的女人 没有过瘦 每个人 那些生活很靓性 露了一折腰 但每个都是折折折的 而且每个都 我说什么 印度人 你不要以为人家做瑜伽 身体健康 第一 不是这么多印度人做瑜伽 第二 他们的饮食习惯 灾难 反而是那些 瑜伽事 即是被人看不起 那些穷人 心生力 在咬腰 做瑜伽 只是吃椰子那些 没有事 椰子的油分 是很健康 你身体不需要process 它直接叫做 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 是中年的脂肪酸 是立刻用到的 而椰子是帮助身体 对抗发炎 所以真的瑜伽事 跟古印度瑜伽 学说那种饮食方式的瑜伽事 是真的无病无痛 百二岁都没有事 Coke Zero 可以 可以 如果在糖的范围里面说 但它有其他副作用 所以我也在解释 我这个不是汽水 我这个是柠檬水 来的 因为要提一提 如果你真是很有心 要坚持生同饮食的话 柠檬水是很必要 柠檬是很必要 因为柠檬酸 去帮它平衡 令它变回碱症 所以我现在就是 柠檬水 那我就加stevia 就是甜菊叶 或者你可以用 罗汉果糖 对身体血糖 是没有影响的 即是 吃了都不知道 你身体没有反应 是天然的糖分 但不是真的糖分 先喝一口 你的胰岛素 需要在一餐之后 急速去分泌 因为它要降回你的血糖 你的血糖一降 你就眼疯了 累了 但是生同饮食 Kelogenic diet 或者Keto diet 简称 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 喂 第一 我吃脂肪给你 第二 我身体里面有很多脂肪 给你慢慢烧 你不会有那种 血糖的 up and down 癌症的典型 症状不只是血糖高 胰岛素都高 所以胰岛素长时间 身体里面的运作 是一个啟动致癌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 它一路的持续 会一路滋养着癌细胞 给它需要一个 荷尔蒙和生长因子 就是糖分和胰岛素 这个组合 这是一个困局 一个前后夹击 或者左右夹击你 所以 所以 戒糖 戒电粉质 相信我 你不只是以为 你没有吃就可以了 你就是要做功课 你要知道 什么吃得 什么不吃得 你不要跟我说 我没有吃甜味 我吃了半个火龙果而已 混蛋了 不行了 你身体立刻 由WiFi switch到4G 它就不会转回来的 你知不知道 有一种试纸 什么叫试纸 驗尿 不是驗印 是驗生铜的试纸 叫做Kido Stick 药房有得买的 如果你身体生了铜 它已经转回WiFi 燃烧脂肪 不再利用糖 作为它的能源 你试纸一驗 是紫色的 不同颜色 有深淺 视乎你的生铜量多少 但是 它就会变得紫色 开心到瘋了 因为你知道 但是你一旦 加少许糖 你一过五十 立刻没有了 你因为移到数一出 立刻转回 你要记住 要是4G 要是WiFi 要是糖 要是脂肪 没有两者 你不要说 我吃少一点 没事 不是Atkins diet Atkins 是用蛋白质 很大 蛋白质 它会令到你有腎石 会有什么 不可以 因为你的腎负担太重 但是脂肪 是你身体 第二次 preferred energy source 其实它很喜欢 如果你不是一直 放糖 它是恨不得 入这个mode 你以为你身体想生癌症 它不想的 OK 好了 我再读多一点点 OK 所以糖分 就是癌细胞的养分 而胰岛素 就是癌细胞的生长因子 明不明 OK 正常细胞慢慢 因为它已经没有办法再执行 胰岛素 吸收糖的信息 这个叫做什么 就叫做 胰岛素 左脚 叫做 抗拒它 它抗拒它 它不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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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麻烦了 就是 你身体里面的血糖 不断地攀升 但你身体还是以为自己没有 OK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而当你开始减糖 你身体的炎症就开始少了 去到接近会是零的 OK Vincent Wong 我想早上可以吃什么 哎呀 我告诉你 很棒 我举例给你 好吗 例如 烟沙文鱼加露筍 嗯 很棒 OK 再加一杯 我刚才说的 叫做 bullet proof coffee 就是防弹咖啡 你打防弹咖啡 或者防弹咖啡 没有了 它都叫咖啡 英文就叫bullet proof 就是防弹咖啡 或者我就是做茶的 OK 是的 哇 我说的 很满的 如果你会买到 almond flour 即杏仁粉 你自己炙面包 哇 一堵牛油放下去 或者一堵 那些fresh whipping cream 放下去 哇 正到爆 好了 一个我说到这个 就是烟沙文鱼加露筍 或者我很喜欢的是什么 牛油果 OK 茶下去 就是Keto bread 不是正常面包 然后再加两个 日本的烧蛋 日本蛋 我还要留心 然后再加烟肉 哇 正到爆 是不是 哇 我不吃牛 如果我吃牛 那就餐餐和牛 大哥 又有这个 A5 就是脂肪 又有这个蛋白質 不知道多笨 好了 这个呢 这个呢 令你崩溃的多一点 就是呢 我会share Keto bread 的recipe 在我的page 自己上去看一下 等一下 这个呢 你身体如果 产生了 痛体的时候 即生痛之后 其实 它是 跟抗癌 药物有 一样的效果 是不是很精彩呢 是不是很开心呢 OK 是的 还有呢 它对你脑里面 那种的 就是传递物质 譬如 面包得什么 都说Keto bread 番薯怕不怕 你说呢 嗯 不管你了 OK 好了 接着呢 科学家为了证实 这件事呢 他们呢 就 嗯 发觉 好 传统吃很多淀粉质 那种东西 不行 哇 кanzer 糖尿病 written 那之前不是 阿根斯吃很多肉啊 叫你不要吃菜 又是叫你限电粉 即是限糖 但 听清楚 阿根斯 是蛋白质 不是蛋白质 我们要脂肪 很多脂肪 六七成脂肪 只有两成蛋白质 好了 看到Cathy 我回答你 出缸 Critical Kart 要有人做支 helicopter 要帮大家导致的 要自己付钱 很贵的 没有钱 进入健康的生酮状态 你不是要吃太多肉 太多肉反而要去4G 用糖 所以你要记住是脂肪 不是蛋白质 科学家为了证实 Keto diet 人类成为直立人之后 最适合的饮食 他们进了森林 找红毛猩猩 和基因最接近的 用Keto Steak 我刚才说的炎料 童体试子 去试它们的尿 发觉是紫色的 在野外 红毛猩猩是吃植物 但它们的确是burn on fat 它们吃的植物 是令到它的身体 会用体内的脂肪 去对抗发炎 所以我读完了 多谢大家听 如果大家对这个题目 还有兴趣的话 即管留言 留在YouTube 因为现在这个留言 会没有了 可以留在YouTube 例如在出重温的时候 下面你可以留言 我还想知道更多 例如我可以分享一些食谱 或者我的心得 都可以的 但依然想听 如果你不想听 我就不再说 换句话题 好了 如果你觉得 你身边有人 譬如他有癌症 你觉得 这件事可能可以帮到他 我又会有片 是一个癌症患 很多医生都说 浪费了 这样 没得医的 如何好 都是靠 Kelogenic diet OK 是的 那 就 尽管分享给他 好不好 还有 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 它其实不是针对减肥 它是针对Cancer OK 多谢大家 OK 很多谢你 如果想回答 回答一点点问题 就是甜菊叶哪里买到呢 其实很多 但主要 我觉得你要去找些什么 比如说 健康食品店 它叫Stevia S-T-E-V-I-A 或者罗汉果 Monk Fruit 或者叫Lohan 都可以的 还有一个叫Erytherol 我忘记中文名字 都是可以的 糖分 你可以自己烤蛋糕 你可以烤椰子Cupcake 但它不是用真的面粉 我们就会用椰子粉去烤 你硬甜也可以 因为你用甜菊叶 就是没有分别 没有影响 所以其实很多变化 你食物也不是很简 不是很难做 你用牛油炒 或者煮好了 放进去 其实很容易 不难做 你可以去健康食品店 香港有家叫Just Green 我不是帮他买广告 因为我也要去那里买东西 或者你去City Super 或者Jasons 那些地方都会买到的 不用了 韦康也有 我有一包太古出的 Stevia 三十多元 相对便宜 大大包 就是这样一包 臉这么大 那个都是三十多四十元 有排便宜 因为它比糖 甜味甜 如果大家吃肉的时候 记住要选择肥肉 还有要是草质 因为如果不草质的话 它里面有很多抗生素 还有Omega 6很多 身体都容易发炎 所以 刚才说过Cary Gold 最漂亮的放木 牛油 六十一个多 韦康也有得买 或者 我说个秘密给大家听 如果你们是会去鄰近经济强国 其实他们那边的超级市场 来源是一样的 OK 但是卖三十元 OK 所以如果你是说 我常常都要回大陆 因为我做事的 这样 所以你可以在鄰近经济强国 的超级市场 买也可以 OK 好了 就拥有留言给我 希望你们 试 做些功课 我会post link 在我那里 希望你们share一条影片 我等到重温 我等同事帮我做了重温之后 连上那些link 放在一起 方便你们share给亲人朋友的时候 一口 有了 记住 脂肪 good 不是反式脂肪 good fats are good for you OK 地球上最长寿的四个地方的人 这么多年来 自古以来 都是吃这样的东西 他们最长寿 因为好的脂肪是很重要 橄榄油 椰子油 鵝油牛油 please invest 买 跟着开始自己做 限堂做功课 好不好 多谢大家 thank you so much bye bye